嗨,大家好,我是毛毛 最近成风破浪的姐姐 又明星风作浪的姑奶奶 特别特别的火 然后我最近也在很追这一股综艺 她家综艺的姐姐们呢 大多都是30家 然后有的都像一能见已经50多岁了 但是她们保养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呢我就去扒了一下她们的社交软件 想看看她们有没有分享什么 很有用的护肤保养的方法 其实大部分呢都是一些产品的推荐 中间也不乏有很多的广告 那我觉得那些没有什么具体的参考价值 然后我就筛选出一些DIY的护肤法 今天呢有准备三个姐姐的护肤方法 来跟大家一起体验一下 第一个呢是宁静的自制面膜法 我今天做一个自制的面膜 然后呢现在是脸已经都洗干净了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它是长这个颜色的 里面低蛋黄 然后麦片 然后这个油 还有就是糯米粉 还有一堆堆的牛奶 其实原材料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呢是一个蛋黄 我之前试过一次用生蛋黄 不行然后非常稀做不出来 我改成了熟蛋黄 这一次应该可以了 燕麦 一点点牛奶 再加一点点的油 然后还有这个糯米粉 其实糯米粉就是为了调节它的那个浓稠度 对然后就可以适量的添加 那我刚才呢是涂了一点所谓的爽肤水 然后呢我会把它们全部涂满了脸等待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以后呢可能就能看到一个比较显著的效果 它们就是用肤 老水 这个油感还是老水的 现在九牛二户之一啊 把这个很难弄的东西给它都 护在了脸上 过三十分钟 然后洗掉脸以后再烧 现在它躺下来 做完了哈 洗干净了脸以后感觉到无比滋润 就是比做那些什么滋润面膜 这些要滋润 为什么因为你笑起来的时候 会有一些小干纹啊什么的 都被有效的缓解了 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滋润度不是一般的面膜可以做得到的 三十分钟过去了 我现在的脸就是很僵硬 因为它好像是会收缩 所以我现在就是脸会感觉很紧绷很紧致 然后嘴巴也基本上动不了 但是就是我是躺在床上等了三十分钟 然后就一直可以闻到就是牛奶燕麦的那种香味 一点都不行 然后非常非常的好闻 甚至还有一点饿 那我就把这个面膜洗掉之后 再感受一下我的肌肤 这样感受起来确实脸上是那种冰冰凉凉 就有一种用完冰白面膜的那个感觉 整个好像还有一点点软化角质的效果 挺软软滑滑的 就现在感受下来整个状态都是比较舒服的 这款面膜我用下来缺点就是 需要的材料有一点多 鸡蛋你还需要把它煮熟了 搅拌成那个泥的状态呢 看起来也有一点点的恶心 并且敷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要敷半个小时 但是优点呢 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它会比较轻敷 对皮肤有一个很好的滋润保湿的效果 它成本真的是很便宜了 现在夏天到了 其实空调房里会特别特别的干燥 肌肤会比冬天更加的缺水严重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面膜 大家就现在都可以做起来 我自己真的是很推荐 做完也非常非常的舒服 第二个DIY的面膜呢 是与金城小姐姐分享的 嗨 大家好 刚要洗的时候想起来不要洗 给大家拍一个这样的小红书 这个我 这个是怎么调的呢 这个我用了几次了 感觉效果还不错 是我经常吃的三七粉 然后它是活血啊 然后对于你这个排毒啊 都有一些功效 然后我是最近才知道 它还有这个美白的这个功效 所以我就拿它来敷面膜了 然后我是这样调的 两勺 就是不多不少 根据自己的脸大情况 然后再用这个胶 然后也可以用芦荟胶 可以大量使用不心疼 然后再有这个是椰子油 然后再弄一点点就好了 不用太多哈 然后这三个调在一起 然后就是这个效果就上脸了 它还有一点那个去角质的这个功效 所以洗完还挺滑滑的 我第一次知道三七粉原来还有美白的功效 然后看到金城这个分享呢 我也去上网搜了一下三七粉的功效 就它确实有帮助我们清除就是多余的角质 并且还有去除皮肤瑕疵的功能 这么说起来也是有一定的肌肤美白的功效的 面膜混合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好闻的味道 可能是那个芦荟胶的味道比较好闻吧 就整个敷在脸上还挺清爽舒适的 但是它这个面膜呢不能敷时间太久 因为很会很容易干掉 如果你是涂的比较厚的地方还好 如果涂的比较薄的地方15分钟之后呢 它就已经变得就有一点干裂了 其实反而是在吸收皮肤里面的水 然后这个美白面膜我是真的非常中草 并且这个三七粉和卤蕙胶就也挺便宜大碗的 我之后可能会想来尝试一下 就是用作身体上的美白 这种自己DIY的面膜呢 有可能会有一些致敏情况的存在 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先来一点点在自己的手腕或者是耳后做一下 做一下皮饰 看看自己会不会有过敏的反应 就不要一上来就特别大量的敷在自己的脸上 最后一个呢是无心分享的一个洗脸方法 用到的产品也很简单 就是蜂蜜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洗脸的小方法 然后首先呢 你需要就是找到一款适合你的柔肤洁面筋 其次呢就是你需要一个这样的杯子 还有一个蜂蜜 然后每天呢你就也说不完了 你就先把水倒在里面 再把蜂蜜和在里面 然后用这张洗脸筋 把这个洗脸筋泡进去之后 把它拿出来拧干 然后就这样擦脸 就等于说是用蜂蜜水 还有这个干净的结束筋 一起把你的脸清洁一遍 这样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脸好像就是洗脸很轻柔 然后呢也比较洗的就是比较健康吧 比如我发现的一个小方法 推荐给大家 OK我感觉现在脸上已经洗的差不多了 我再用清水把脸沖一遍 这样单洗一次呢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就是会有那个清清凉凉很舒爽的感觉 这个蜂蜜洗脸法 我当时洗完之后 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 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就会发现 好像我的脸洗完之后不那么紧绷 我是一个干皮 所以我洗完脸之后 就必须立马要去擦一些护肤皮 要不然脸就会紧绷得非常难受 但是我用这个 无心的这个蜂蜜水洗脸法 洗完脸之后呢 就觉得脸上好像没有那么紧绷 对皮肤有一定的滋润和保湿的效果 这个蜂蜜水洗脸 它不能够代替我们的洗面奶 以及卸妆水 如果你是化了妆的话 还是建议先用卸妆水洗面奶 把脸上这些残留的底妆清洗干净 然后再用蜂蜜水来进行这样一个保湿的步骤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蜂蜜水洗脸当成是一个保湿的步骤 而不是一个清洁的步骤 OK 其实有很多我非常感兴趣的姐姐们 像是中立提啊 还有易能镜啊 但是我发现她们对于这些DIY的面膜分享的比较少 反而是一些产品啊 或者是饮食运动分享的会多一点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专门做一期姐姐们有关于运动 或者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分享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我是毛毛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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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